高雄沙市場傳播鏈在北中南遍地開花 其中病毒擴散到新竹後 也爆出国内最大家庭群聚 总计22人染疫 12号确诊的案 1964苗栗媳妇春节曾返回新竹娘家团聚 结果她和母亲都确诊 娘家人都被匡列 父亲姐姐和妹妹也都中招 23号裁剪三人确诊 而回顾这一个家族 源头就从高雄沙市场员工开始 过年期间旅游聚餐 整个家族已经有22人确诊 本土疫情开始逐渐收敛 但各地仍有不明染源 24号桃圆也再爆一名新兴高中学生染疫 学生收到通知赶紧返校接受裁剪 初步疫調确诊的高三男生 学生因妈妈住院陪病皮下裁剪阳性 而学生23号仍有进学校上课 全校5616名师生紧急裁剪疫调 预防性停课 虽然学生的三名家人都是阴性 还有二才才能认定是否确诊 但就怕疫情再度失守 全校筛检要清除潜在传播链 这一位林张妹子采访不懂 这一位林张妹子采访不懂 全校筛检来探访不懂 也像人致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